今天的热点透视带您聚焦 新市数位身份证上路可说是一波三折 原定是10月份要进行换发 现在却爆出了资安疑云 因为检调掌握了一份录音档指出 得标厂商找了国际认证公司 以先上车候补票的方式 取得防卫技术证书才顺利得标 对此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 一定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检视 而面对指控得标厂商也发声明澄清 强调取得标案的过程绝无不法 新市数位身份证原定10月换发 却因为疫情延后 没想到如今却爆出得标厂商 涉嫌以不实的防卫技术认证投标 主管机关内政部不敢大意 我要再次的强调身份证是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政策 EID的执行非常重要 那会用最严格的标准 检调掌握一份关键录音档 指出一间专做国际认证的公司 负责人开出4万元的价码 一天就能审核通过 核发ISO14298防卫印刷认证 负责人加码透露 新身份证得标厂商东元杰德 也是做一种权疑之计 拿到证书事后会接受辅导 恐怕有先上车后补票的嫌疑 由中央印刷厂来制造的时候 中央印刷厂在发报的时候 也会用很严格的标准来处理 这部份中央印刷厂会向大家做说明 负责的中央印刷厂声明 采购案都是采最有力标 争取标案都依法办理 东元杰德公司也回应 从未宣称取得ISO14298认证 是透过其他两项认证取得标案 完全没有涉及不法 毕竟新身份证属国家重大政策 民众的各自保护资安当然得严加把关 记者零下就欢慰财 TV有报道